為什麼要選擇後十字韌帶支輔助裝置作為這一次的題目? 為家人有這方面的受傷經理,且市售的護具無法全面顧及使用者的揮手 我們將如何修改輔助裝置? 我們這次調整分為三個部分,分別為膝蓋、小腿及腳踝 穿戴原先護具,患者會遇到的問題,膝蓋 問題是角度固定卡榫操作複雜,且患者在做復健時膝蓋力量不足 因此我們將在這裡到這裡加裝彈簧以彈力輔助患者的附件 穿戴原先護具,患者會遇到的問題,小腿 穿戴原先護具,患者會遇到的問題,腳踝 遇到的問題是患者在手術後將長時間無法走動 進而影響腳踝處的肌肉萎縮,因此我們將在此處加裝伺服馬達擺動裝置 讓患者在病床上也可以遠斷遙控 如何解決膝蓋? 在這裡加裝了拉伸彈簧,以彈力輔助患者受損的後時之韌帶 以減輕患者在心走時的困難 如何解決小腿? 我們在這裡設計了五段式尺寸指標結構 以兩顆齒輪時間相互配合,達到固定期移動的效果 如何解決腳踝? 使用前後對比 戴上護具前患者會因十字韌帶受損而發生佛形的行為 穿帶護具後搏形的行為有得到改善 換者使用後訪問 患者使用後訪問 青海就跟你說這個比較輕鬆 有比較輕鬆 應該是有比較舒服 牙膠是比較緊張 牙有一個臺灣幫你倒三天 對啦